Jaggy說,AB是有理數,而且A小為B 他問下列何者為真?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他說A是小於2分之A加B 這個對,這個是這兩點的終點 這個如果是A,這是B的話 這是1比1,這是2分之A加B 終點,他一定是介於A跟B之間 第一個選項是對的 我們看看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的話,他說A是小於多少呢? 3分之A加B 然後小於B 那就不一定 這個系數呢,是1加1,它是小於3 它有可能跑到外面去 例如啦 例如說,1 它是小於3分之2 1加1 沒有 假設A是1,B是2 那是1加2 那小於2 這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等於 所以這不對 這是不對 這是不對 所以不一定 所以這個是不對 然後再我們看第三個選項 第三個選項 它說A 它是小於多少呢? 3分之2A加B 這小於呢 3分之A加2B 那小於B 這個對 這個是三等分點 這是A 這是B 我把它三等分 這個的話 這個就是3分之Losa A乘以2 A的話乘以2 這個是1比2 這是2A加上B B的話乘以1 這個呢 是3分之Losa A加2B 三等分點 所以這個小於這個 所以這個小於這個 小於這個 小於這個 所以這個是對的 這樣看呢 第四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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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 這個A 它是小於4分之3A加3B 小於4分之A加3B 小於B 這個也是對的 這個是4等分點 這個是4等分點 4等分點 我把它分成4等分 把它分成4等分 這一個的話 這個就是4分之3A加B 這個是等到4分之A加3B 這是終點 這是4分之2A加2B 就是2分之A加B 所以這個是對的 所以這個是對的 我們看第五個 第五個 第五個的話 它是說 A是小於多少 5分之2A加2B 小於多少 5分之A加3B 小於B 但是不一定 細數加起來 2加2 小於5 所以它有可能 跑到外面去 例如 例如A是等於1 那B就等於1.1 那這樣子我們發現 這是1 另外這個呢 這是五分之2加2.2 五分之2加2.2 它不會連大1 所以這是錯 所以這幾答案 應該選 1、3、4 是珍貝 2、3、4 1,2 2 3 3